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3日 今天是星期日 好 提醒大家 應該就是9日和10日 記得有 電影活動 播放時代革命 那麼 就是會在這個 倫敦 在唐人街旁邊 那個叫做Prince Charles Cinema 袁爸爸就會出席 會在電影放映活動 再跟大家宣傳這個議會 可能已經有更加 詳細的細節 因為好像 有這個籌務委員會 那麼就會 再進一步 越來越 可能向著這個方向邁進 希望大家留意 其實9日、10日的票應該已經賣光了 今天3日其實也有電影活動 昨天其實也有的 因為昨天我們臨時 就是有事 所以就過不了去 今天呢 我就會過去了 今天就會在波行門 今天Tony也不在 所以他也是無法出席 但是我今天就會過去 如果有人買了今天飛 有機會就是 看到我了 上一節跟大家研究俄羅斯的飛機 在這個常規戰爭裏面 已經沒有辦法再飛了 因為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 跟西方世界的武器實在相差 得實在太遠了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講了一個陰謀論 又或者 不要叫陰謀論那麼難聽 講了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呢 難以被反駁 五毛太喜歡說 經常說背後美國要賣武器 所以要製造的就是俄烏危機 這個危機如果按照這個說法 未免製造得太大 未免令到 這個 小丑俄羅斯 太過成為小丑 軍火箱要賣武器 要軍備競賽 什麼叫競賽 請問 競賽 就是對方要有能力 跟你一較高下 你才有得競爭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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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人家還要不要繼續跟你競爭呢 你還要不要撥款 買更加貴的武器呢 你還要不要 買了最新銳的武器呢 對方的武器那麼流的時候 所以這套說法 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俄羅斯 太流了 如果按照這個說法 英國 美國根本不應該給武器烏克蘭 太容易打爆 俄軍 導致 武器 銷售不佳 說的是 很貴價的武器 例如F22 F35B 不買了 買回 最流的就可以了 標槍 刺針 是很舊的武器 阿富汗戰爭 俄羅斯打 不是美國打 那時候已經在用刺針了 是幾十年前 的東西來的 如果我要賣新武器 這個時候不斷用刺針射你的飛機下來 那我就賣不到新武器 只能賣回舊武器 情況就好像你想推出iPhone 12 iPhone 13 不用啦 你iPhone 4已經打敗了對手了 原來這個世界沒有其他 電話比iPhone 4還能賣到iPhone 13呢 所以你說有多嚴重 這些說法 是非常非常之矛盾 我們這一節正正要說的是俄羅斯 俄羅斯小丑出聲 你那麼喜歡說 誰做美國傀儡 誰就是小丑 你現在幫美國賣武器那個不是烏克蘭啊 幫美國賣武器那個是俄羅斯 即是你們五毛小粉紅的大哥 俄羅斯不打 就不能賣武器給烏克蘭啦 烏克蘭還不是買的 你們的故事重新寫過啦 我們繼續說之前 俄羅斯要警告英國 擔心英國被攻擊 英國被攻擊 又有新武器又可以賣了 到時小粉紅怎麼辦呢 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運用以下幾種方式支持本台 第一 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第二 出席我們的直播節目 可以的話就交月費 我們逢星期二 星期四直播 晚上香港時間7點 大概2至3小時 可能做到10點 可能做到9點多 大家留意 視乎情況異定 我們推前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跟其他 直播節目有所分別 因為我們需要 即時將那個影片錄 錄音之後再製作 其他的常規影片 所以我們需要多點時間 所以大家就注意了 有網友建議 網友幫忙做直播的時候幫忙想標題 想對了標題有獎勵 應該是這樣 好 請大家繼續免費模式 其實也不錯 好像一個 合作社那樣 你貢獻的時候 我們可能 就是過了一個派遣給你了 這個一向都是我們的 合作模式 這個一向都是我們的營運模式 就是一個 好像合作社那樣 小小叫做社會主義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直都希望大家免費 去享用節目 其實同時 幫我們做一點點東西 幫我們打開節目清單 就是 無限碌 欣賞播放 這個就是 要做的功夫不多 但是希望大家做 越多人做 越多人做 我們越輕鬆 我們就做更加多 update 又是 精闢的節目給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多點參與 還有 就是掘礦 掘礦也是相同原理 也是免費模式 不想收大家的錢 但是你掘的時候 我們會加速 你不掘的時候 我們就會停了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雙負雙城的方式 所以請大家安裝 輸入我們的邀請碼 全部是世界 連同一個字 那麼 你又挖 我們又挖 你不挖 我們就會變慢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又是一個 相互的合作模式 那麼鼓吹這種 作風的其實真的是 我們的台最喜歡做的 其他 多數都不是這樣 別人的我們不說了 我們只是看著自己 一向都是這樣 一向都不理外面 俄羅斯這次差不多就是被 這個西方的武器 不是被烏克蘭打爆 烏克蘭農民都已經打爆你了 本來就是舊式武器 現在被 星光彈 刺針 標槍 刺針 標槍是很舊的東西來的 當然有新型號 但是如果要買新型號的時候 你就不買新式武器 那些新式武器的研發 新式武器 不是沒有訂出貨嗎 按照這個說法 軍火箱 損失慘重 不要緊 我已經幫美帝找了新的傀儡 舊傀儡 就是幫 美國負責出武器 那個叫做俄羅斯 俄羅斯 明知是陷阱 照踩進烏克蘭的陷阱 還不是背後是美帝 背後就是軍火箱 快點調查一下 軍火箱和普京到底 是不是有呢 就是用Telegram說話 但是這個俄羅斯 的傀儡就快被 美國不小心扯下來了 按照 軍火箱要賣武器的計劃 必須要 製造第二個美國的敵人出來 現在全世界 反美反得最厲害 又擁有巨大的經濟體系 只有一個 要繼續做美國的傀儡 扯線公仔 在背後 負責跟美國競爭 導致美國可以大量生產 新型的武器 繼續賣軍火 這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問題所以又來了 你們又說自己對抗美帝 實際上原來你是他扯線木偶來的 你是幫他出武器的 原來講了那麼久 你們 全部都是美帝的傀儡 為甚麼還要對抗美帝呢 跟美帝立即和談 立即談判 立即和好 習近平好像想做這件事 到底你們現在 是對抗還是不是對抗的 還是本身 習近平就是美國的傀儡呢 為甚麼習近平打給拜登 笑得那麼開心呢 是不是實際上你整個國家 是美國的扯線木偶呢 現在喊救命的那個就叫做俄羅斯 俄羅斯警告英國 你不要再向烏克蘭提供 高精度武器了 要不然我把你當成為目標 英國說 我理你也傻了 你有你說 我有我給武器 關你甚麼事 按照你們自己的說法 我再說一次 是按照 俄羅斯那些 五勞部 還有中國大陸的五毛 小粉紅的說法 美國挑動這場戰爭 就是為了賣武器嘛 這個是你們的說法來的 按照你們的說法 既然是這樣 怎麼可以現在停止賣武器呢 而且不是賣的 是給的 你去警告別人 你去警告別人 攻擊英國 只會令到英國買更多美國武器 那就是俄羅斯 成為了美國軍火箱的傀儡 人家說甚麼 你就說去打 波蘭你也說去打 其他的國家 烏克蘭旁邊那個 你也說打 也不記得名字了 總之一大堆 總之一大堆國家 每個國家都跟美國買武器 那就是美國軍火箱 在背後扯線 那個傀儡 真相所以大白 普京 就是 拜登的扯線木偶 普京 就是 美國的軍火箱的代言人 答案出現了 按照他們那套說法 只有習近平 跟普京 是美國的扯線木偶 他們絕對代表的 是軍火箱的利益 習近平也是 你說去打台灣 搞到台灣就跟美國買武器 還不是幫軍火箱出火 大戶散貨 所以真相大白 美帝的扯線木偶 就是習近平和普京 精彩了 一大堆支持對抗美帝那些藍絲 你們又跟車太貼 又炒車 你們經常說烏克蘭是木偶 錯 普京 跟俄羅斯才是木偶 真真正正 你又被這個 軍火箱 滑腰了 這次他們又成功 挑撥這場戰爭 你明知是一個哄召踩下去的原因只有一個解釋 就是因為你就是 軍火箱的代理人 所以大家 聽這個節目 不是娛樂成分 那麼簡單 帶大家去思考和反駁 那些五毛的說法 如果你按回五毛的說法 你用回這個方式去跟他們說 你會發現 他們 完全是不能夠 再去 解釋他們那套理論 不能自欺 inconsistent 我會繼續 多一點用這樣的角度 跟大家繼續探討 按照這一種說法 這個世界 上面實在有無千無萬個 暗勢力在操作 認真說回這節 俄羅斯現在 這樣警告英國 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 有沒有覺得他好像有一種中國外交部上身的感覺 現在 只能夠打嘴炮 如果不打嘴炮的人 就會像去打烏克蘭之前那樣 說也不說 然後就來了 現在對著 英美 只能夠警告 什麼意思呢 他們就犯上了俄羅斯的言語 叫做中國的最後警告 即是沒有任何實質效果的威嚇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難相信 他會對英國 有任何辦法 只能夠警告 跟中國外交部 又變回兩兄弟了 一模一樣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